可是讲到国产疫苗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两个礼拜内的渴望解盲 所以到底七月份能不能上市 蔡总统之前曾经说 国产疫苗将从七月份开始要供应一千万剂 不过呢就在解盲前夕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就是中医院的院士陈培哲呢 突然无意谨的请辞 而且呢在请辞之前呢 他放炮他怎么说呢 他说高端联雅国光 全部是采用还没有通过国际核准的 蛋白质次单位的疫苗 现在把鸡蛋是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连知名的美国生技公司 Novavax呢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获得审查认证 那请问这么高明的生技公司都没做到 台湾要如何做到 他还说国产疫苗七月份绝对不可能做出来 但民进党政府就是不相信科学 而且还说自己早在五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请辞了 原因就是担心审查委员会难以秉持独立性 还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蔡英文总统 因为蔡总统呢已经讲了七月底要打国产疫苗 那食药署挡得住总统府的那个压力吗 好那另外呢就是 这个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他在这个日本国会的时候呢 被这个日本的议员问到 说你为什么只给台湾一百二十四万剂疫苗 也太少了吧 结果呢这个茂木敏充呢 当时呢其实有做出一个回应 不过之前我们中央社确实有报道 说呢这个茂木敏充的说法是 虽然台湾的国产疫苗将在七月上市 但这个之前可能会疫苗不够用 因此也会好好的 这个考虑来提供疫苗给台湾 好抓到这一点呢 网友马上就说 日本外相直接回说 因为台湾政府告诉他七月要施打国产 所以只需要少量的疫苗应急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AZ来一百二十四万剂的这个原因 不过呢在经过这个原文的翻译之后呢 日本外卫大臣茂木敏充原本的说法 其实是考虑到台湾还正在进行七月之后 可以开始生产的这个整备 生产国产疫苗的整备 所以呢他判断台湾目前有紧急的需求 所以呢就先给台湾这一百二十四万剂的这个疫苗 但是请教他这个学伪啦 其实大家最关心还是 国产疫苗传出解盲的前夕 这一位中研院的院士陈培哲呢 他不但请辞 而且他还这个放炮说呢 这个国产疫苗的审查委员会恐怕难以独立 因为蔡总统说已经七月底要打国产疫苗了 那请问你食药署能够挡得住 这个总统府的压力吗 而且还说七月国产疫苗绝对不可能做出来 但是现在的这个审查委员会的召集人又说 正在努力的未留这一位院士这到底什么状况 其实陈培哲院士他这个时候请辞这个 有时候是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者的一个坚持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想说台湾现在目前为止 我一直很喜欢对到去年整个世界很多国家的对抗疫的一些经验 像英国美国过去一年他实施社交距离 还有实施的一些管控疫情的方式 最后看起来应该都是失败 到最后还是要等疫苗嘛对不对 那说实在话为什么英美会失败 你有发现英国跟美国很多人 他就是不戴口罩上街去抗疫 为什么你要封城啊 你要这个管这个管那个啊对不对 那问题是这个情况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的老百姓真的可爱可爱在哪里 是由下往上自发的做好很多社会距离 当然有一些老鼠屎 你看到那个口罩不戴 四个爬爬爬那样 那我就是说 现在政府要做的就是所谓的资源管理跟规划 为什么 像在纽西兰 那就是因为做好了这些规划跟管理之后 老百姓对政府产生信任感 那我是觉得说最近可能 全台湾很多事情就是对指挥中心的 信任感有所松动 那我觉得指挥中心 你现在应该要把这个信任感抓回来 你维持民众对你的信任感很重要 这是共同防疫的那个 好为什么这个信任感很重要 就像这一次的那个国产疫苗的问题一样 人家说自己诊一张 甘贏摸摸摸对不对 那当初的国产疫苗 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你说高端6月10号解盲 联亚是6月15号解盲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告诉你说我刚才讲说 这个陈培哲院士的话 他有可能是基于一种学者的一个坚持 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紧急授权是在政治考量下 的一个作为啊 我这一般疫苗的话8到10年的研发期的话 你不可能全部三期 人体全部做完试验嘛 包括WHO在5月的时候 他们都研溢了一个方向就是说 研溢说未来有可能说很多疫苗出来之后 你也知道说全世界现在疫苗 我们刚才讲很多 全世界很多疫苗现在不够 包括你的生产过程 还有制造过程的话 可能产生一些问题之后 你全球70几亿人口 你如果这个疫苗 还有五六十亿的那个剂量的话 那你要做到当时 所以这个时候就鼓励大家药厂 就是说你今天有制作的 这个疫苗的功用的话 赶快出来 所以连WHO5月他都开这个会 都告诉你说 我现在先以二期试验的 血清抗体的数值有没有 我来推测可能三期试验 才能得知的一个临床保护力 我用二期去推测三期嘛 那你接下来再慢慢去做啊 像我们的联雅 我之前说联雅他就是跟 跟那个什么 我们刚刚讲 讲那个外国的那个 NovaVox有没有 他就一直在做一些试验 就NovaVox在做的过程之中 联雅就是跟他们合作 进行一些人体试验嘛 生解人体试验嘛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连WHO他都知道说 哎我要做这些东西 可是陈培哲院士可能觉得说 你这种已经寄望 有一种推测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民进党政府 就是不相信科学 因为他专注在科学上面 他觉得说 我觉得是要人体三期试验 要看出这个数字这样 那可是这个争议 可不可以化解 当然可以化解嘛 我是跟你讲说 现有的那个 我们市场上现在 开听到的一些疫苗 有没有 包括什么辉瑞 BNT莫德纳 对 他这属于mRNA的疫苗 那AZ跟交生 它是现病途载体的疫苗 那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说 我今天做这些疫苗测试的话 那不是说一般的人 有大规模三体人体试验 我今天如果找佑琪来说 你符合你的条件 女性 几岁 身体状况怎么样 对不对 那我要找到 不是找你一个人来做 我是要找一票人来做 对啊 对不对 那一票人来做的话 我每个人要给你什么 营养费 对不对 补助费什么东西 你来做这个疫苗 这个测试嘛 对不对 那钱贏下去 那是整个百亿 整个千亿的事情 你知道吗 哇哦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怎么可能 好啦 那很多很谨慎的人 就告诉你说 你看像辉瑞 他在告诉你说 辉瑞之前不是说 16岁以上才可以施打 他要放宽到12岁 因为他后来 慢慢慢慢累积了 一些数字之后 他发现说 12岁以上的也可以打 那包括莫德纳 跟交生AZ 他是18岁以上的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限制 因为他找不到一些 更年轻的人来做测试啊 对不对 那且看且走 而且你知道吗 他说你看那个很多的 那个血栓性的血小板 我们之前不是说 那个很多的血栓 打了有血栓症状 尤其是年轻女性 居高有没有 所以你看 他就建议说 你50岁以下的女性 建议你去打 辉瑞跟莫德纳 那更夸张的是什么 包括孕妇跟俘虏 受乳期的妇女 他就缺乏数据样本啊 你今天要怀孕的孕妇的孕妇 还有那个俘虏的妇女的话 我说真的 你这个样本要去哪里找 你先找到怀孕 怀孕之后你还要问他说 你要来做吗 你也不应做 你如果今天 我说实在话 今天有钱人 或者他生活无疑的话 为什么要去赚你那个钱 所以就跟你讲说 后来他就告诉你说 全世界也就辉瑞药厂在做 针对这个妇女 跟受乳期的妇女的话 孕妇做这些这样的一个测试 为什么他就其他国家就告诉你说 我既然缺乏这些数据的话 你就自行决定要不要打 所以就跟你讲说 在这个争议上面 我们可以用很多外国的例子 来做一些折冲 那我是觉得说 在这个我们的国产疫苗的情况之下 今天高端 说实在话今天涨停 已经六根跌停之后 突然间涨停的话 也看出来说 很多人真的愿意在国采疫苗 这一块去赌一把 那如果蔡总统当初他宣誓说 他缺义体他会自己去打 那打了之后我就跟你讲说 如果蔡总统都敢打了 你为什么不敢打 其实那个陈培哲 那个院士讲的 他用他的学术理论来讲 我觉得是也通 但是我觉得蔡英文讲的那句话 更有道理 他说过 如果台湾没有办法能够自己自足的能量的话 永远就会要有求于别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他真正要发展国产疫苗的原因 但是你说他讲就是 7月要开始要打的话 是有一点话讲太快一点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这个蛋白去研究 而且三家都是用蛋白 其实是不通的 他认为说你应该找一家来用那个mRNA 但是事实上蛋白有蛋白的好处 就是说第一个 他刚刚那个委员讲 他副作用很小 然后呢 他安全性 他打了不会有其他的那种什么血栓之类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 他的有效性比较低 所以他就认为说 你应该用这三家 你应该用一家去做别的 那事实上 他去辞掉的原因 而且他 但是他讲一句话 我觉得对民进党政府是有伤的 他说蔡政府不相信科学 还记得川普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所有大家就批评川普说 他不相信科学 所以所有的这些科学的 这些企业家也好 学术界也好 通通对川普不满意反他 可是这就很讽刺了 不是因为川普的话 美国现在那么多疫苗 对 但是川普呢 但是他虽然不相信这个东西 但是他真的花了钱去做疫苗 你知道 每家十亿这样子做 那么多几十家在那边做 所以才有今天 但是你说我们今天 美国跟日本对台湾这样 是不是真的很照顾我们 是的 你知道我常常讲拜登 你知道吗 他 我说他这个围堵中共也好 或者走国际这个关系也好 手段非常的细腻 你知道吗 他像他这次 他十二月要到欧洲去开会 他事实上要纠集欧洲这些国家 还有北约 要去围堵中国 然后而且你知道 他在十四十五号开完会以后 十六号还要跟普丁见面 然后你看他 因为中国跟普丁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跟普丁见面的话 等于拆掉这一关 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我上次有讲 他为了印太这边围堵中国 他做的真的非常仔细 比如说印度的疫情 突然冒起来以后 他真的用飞机送疫苗 送医疗物资 各种样的器材 送到印度去救急 那韩国也是 你看他带了一百多亿剂的去 跟那个韩国军队打疫苗 然后韩国被收拢 俄国被他拆弹 然后日本因为老早就已经跟美国结合 所以给台湾这些疫苗救急 倒不是说我们真的在这个要满街球 因为日本去救急 那事实上大家互通有无 所以你在想 然后拜登他在这个欧洲这样绕一圈以后 虽然他们气候问题 还是要跟中国合作 但是他们认为说 中国的兴起虽然带来机会 但是也带来危险 所以他们基本上要纠合这个欧洲的欧盟 要去围堵中国 我觉得所以拜登他做到已经是面面顾道 但是轻重缓急 他是有区分的 我这么讲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 他自己 因为先前大家很慌乱的时候 他就出来讲疫苗的事情 他当然有个前提 就是要减盲成功 二起后才会有紧急授权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情绪之上 就人性有点慌乱 所以蔡英文总统那个说 在总统府的那个讲话里面 就会偏忽在说 会有国产疫苗 可是陈培泽院士 他是权威 他是国内 我们在研究肝癌上面的权威 之前有个大承批 他是小承批 因为有一个研讨会的关系 我跟那个陈培泽院士 有一面之缘 但是你 你作为一个月卷者 等于是你要去审查 这个这个这个解盲成功的东西 到底OK 你这时候跳出来讲 也不适当 也不适当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会过还不过 你这时候做都不适当 可是既然要讲到这个事情 因为已经闹开来了 我们就直接看他弟弟 陈炳辉教授 因为陈培泽院士 他们一家兄弟都非常杰出 他们从 从这个 从这个医疗 到这个 再从 就是人家 从医学到 到科技 到这个人文 人文社会科学 陈家兄弟 都是台湾学术界的名人 那他的 他的弟弟 你现在背板看到 就是他弟弟 他用英文拼音 他叫陈炳辉 他是台大机械系的名誉教授 然后陈炳辉教授 跟陈培泽院士 他们也有共同领域 一个虽然是机械系的 一个虽然是 是这个 肝癌权威 可是他们在于 在于这种所谓的生物晶片方面 兄弟两个也有合作 所以陈培泽院士的这个发言 他最早是写脸书 后来接受联合报的访问 他弟弟就跑出来 就写了这一段 后来又删掉 为什么 因为人家跟他讲说 亲情无价不要吵 可是你看陈炳辉教授怎么写 我记得我跟我老哥 陈培泽院士在两三个月吃饭的时候 还跟我讲说 我如果选择打那个COVID-19的疫苗 他会选择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疫苗呢 那时候过了没有 还没有 他说六月才会送 才会申请这个紧急授权 然后 如果讲 你们记着 陈培泽院士是权威 他两三个月前认为 这个这个技术OK 是用这个蛋白质次单位的这个技术 为什么在两三个月之后 他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这个也很奇怪 可是因为陈培泽院士 现在不讲话了 就说 这都是他的看法 然后他弟弟 弟弟跑出来打两个哥 这一块是专业领域 我没办法评论 可是 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一个对话 然后弟弟把这段事情写出来 那就回到一件事情 他是科学的 好 可是我有个问题 就涉及到 你要不要做国产疫苗 台湾能够做几种 陈时中 陈部长就直接跟你讲 台湾的能量有限 我不可能三种都选 好 那剩下就是 那就是告诉你说 有一块 就是 两个国产疫苗 能不能通过二期的考验 是审查委员会决定 也不是食药署 食药署不能决定 那个决定权 决定权在审查委员手上 审查委员不会只有两个人 也不会只有三个人 陈培泽院士的讲法到底对不对 这由学术界更专业的去评论 可是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 是国产疫苗这件事情 在讲国产疫苗之前 因为后面疫苗还会继续炒 他不会到现在停下来 美国这是不是 发现他有八千万剂的 这个多余可以挪出来的疫苗捐出来吗 国务卿布林衡在开启者会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也要接受他捐赠的 数字我刚才没有找到 那个国家叫加拿大 加拿大人口三千七百多万 你知道加拿大总理 小杜鲁道买了多少疫苗 你知道吗 十三倍的人口不是 十三倍的人口 他买了四亿八千万 四亿八千万的这个疫苗 我买了十三倍人口的疫苗 我超前部署到哪里去了 十三倍 一个人打两剂他可以打六年半 那美国干嘛要捐赠疫苗给加拿大 加拿大也不应该缺疫苗 他会需要捐赠就表示他也缺疫苗 那他买了十三十三倍的这个 这个疫苗跑上去 你不会想说他贪污吧 不可能吧 只有一件事情 交货来不及 或者货还没到 就买了到疫苗跟你拿了到疫苗 是两件事 解盲之后他包括说 你应该做完三期的这个临床 有保护力数据之后 才决定应不应该给这个高端的EUA 就是紧急授权 那怎么看今天的这个状况出来 其实从这个刚刚记者会上我们来听 这个结果很好 对我刚稍微看了一下 其实我不晓 因为最近其实很多专家在讲这个 什么是应该要做三期 这些专家有些我认识 有些不认识 那我相信他们有的是专家 可是他们也许有一些资讯 并没有做最新的更新 那事实上现在的进度 是因为因应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因为他来的太快 再加上现在很多国家 你根本没有这个环境去做三期 那事实上现在的进度是因为因应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因为他来的太快 嗯 再加上现在很多国家 你根本没有这个环境去做三期 所以WHO有可能 我只能说有可能 会通过就是不要 他也不叫不做三期 他是非传统的三期做法 就叫做 我们称之为免疫桥接的方法 就是你跟现有的疫苗去比对 这个综合抗体的效价 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做三期 当然因为紧急使用授权 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通常紧急使用授权会有一个期限 因为紧急嘛 我先让你用 但是你在什么期限之内 你要做完三期 否则我这个紧急使用授权 我是会收回的 所以每一家药厂都会做三期 这个没有问题 辉瑞AZ莫德纳 现在交生也都在做三期 但是都还没有完成 所以高端将来也会做三期 那只是说用传统方法做 还是用WHO 有可能通过新方法做 这个以后再说 那至于说这位台大的学者 他讲的保护力 其实二期是不做保护力的 二期只做安全性跟有效性 没错 就是先求不伤身体 我们常常吃药 先求不伤身体再求有效 所以什么叫安全性呢 安全性是说 这个疫苗打了之后 对人体会不会产生 不良反应 这个包含所谓的严重 可能致命性的不良反应 那照高端今天公布的数字 显然是没有 因为他有细项包含像 最多的不良反应 严重不良反应是没有 那最多的不良反应就发烧 而且很有趣 他有实验组跟对照组 连打对照组的 打生理实验水的都会发烧 所以 心理因素 他有好几个 他说发烧腹泻疲倦 那我看比例最多的是疲倦 那可是我就仔细看一下 那数字 就不管各种 所谓的不良反应 照理说打生理实验水 应该不会疲倦 也不会腹泻 对 可能那两天多 吃败的满足烤 也不一定 或者自己心里会紧张 对因为你打的人 根本不知道 你打的是什么东西 打的人跟副长 像半夜惊醒 有可能 就心里太紧张了 压力太大 那所以呢看起来是 为什么他要做三千 其实三千 因为这个是WHO 当时在讨论紧急使用授权的时候 给了一个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三千是有意义的 他是三千呢 是在有95%的机会 找出千分之一的 严重不良反应 所以目前看起来 没有严重不良反应 那稍微的肌肉酸痛发烧 有一点点OK 那这个安全性过关 看起来是过关 所谓的免疫生成性 就是说 我这个疫苗打了之后 我会不会产生抗体 这个很重要 所以对照组 当然不会有抗体嘛 因为他打的叫生理实验水嘛 那实验组产生抗体 刚刚这个李思贤 李副总讲 他就是其实整体来 因为他有分年龄 但是整体来看 大概在99.8% 也就是说 这个疫苗打下去之后 他会产生抗体 好 但是产生抗体之后 当我遇到病毒 就是病毒进来的时候 我这个抗体能不能消灭它 对 这个很重要哦 这个就是后面 他要交给中研院的 因为中研院 因为照食药署EUA的这个程序 是这样 他所有的资料送到中研院 然后中研院的P3实验室 要做一个叫做 野猪抗体的实验 就是说 我这个要 产生抗体能不能对付 这个病毒株 这个是中研院会做 也不是由高端做 因为以遭公信嘛 好 这个做完之后 他就会告诉你说 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 那有效 跟大家很关心的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 什么莫德纳 辉瑞保护力百分之九十几 然后AZ大概89到90 对啊 大家都会在意说 我当然要知道是保护力啊 对 那这个保护力呢 你就必须等到 三期至少做 因为三期的人数就要做很大 但是如果他是用这个免疫桥接方式的话 他就会去比对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 今天有个 我们台湾人 他在美国打了两剂辉瑞回来 结果一样确诊 辉瑞够好吧 对 以色列也有案例啊 新加坡也有 就打完两剂辉瑞哦 都会确诊 就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疫苗 但是我现在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目前WHO 紧急使用授权通过的疫苗 中国的我们就不提了 基本上百分之百可以保护你 不会变成重症 不用住院 我觉得这个是疫苗 注射疫苗的原始的意义 他不是保证你不会生病 但是你生病之后 不用住院 在家可能吃药 吃个药 吃个退烧药 可能就可以好了 我觉得这才是 接种疫苗最大的意义 好了 这个 我当然不是什么病毒专家 不是疫苗专家 小弟是伦理学专家 这就专业伦理 我就来谈一下 国卫他还有其他伦理学专家 又蓝的 像林火旺老师 就是蓝营里面的 我们都是用他的课本 我们要赞可以拿课本出来赞 因为我也是用他的课本 讲到这个专业伦理 其实这个已经变成完全政治性了 我们陈卫生老师了 他是的确是学界的先进 这个都已经是院士了 我也问过了非常多意见 他说这个绝对是大咖 没有问题 但是个性有点太直接 他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今天还有游盈龙受访 不就他折现图之王游盈龙 他就出来讲说 像这个陈维哲这么绿的 因为他2012支持蔡英文 陈越智那时候是支持蔡英文的 那这么绿的人都跳出来讲 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话讲出来的 可能蓝军的这边就觉得说 你看这么绿的都出来反了嘛 是不是一定有问题呢 好我想院士本身 可能也是突然发现 怎么出来挺我的都是蓝的 假如他曾经是绿的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所以其实他今天态度有点软 他今天态度就讲说 就是我也是觉得 就是要看那科学证据什么 他就稍微把话有点受不了 因为真的他背后 如果都是国民党的话 他也觉得说奇怪 怎么也是变得这么政治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绿的 至少如果你要说是总统施压 你依照道德良心 应该会有其他绿的有道德良心 说我出来说总统这样做的不好 其实这个事情是怎么看 其实他一开始 可能是个性比较直 他看到报纸上说蔡英文说 7月要我都不爽了 我就有意见 他就突然讲几句话 一发不可收拾 可能里面就有人讲说 你的身份不适合 可能要辞还是怎么样 后来有看到不爽的人 就出来找媒体人就爆料了 才会说什么陈培则 辞掉这个什么 就是审查委员的这个事情传出来 后面的一堆 什么是不是1450要挑下来打 当然1450有没有挑下来打 有 我们就讲民进党就是蠢了 就是丢一个耳朵 在那边乱咬 但重点是 这个到底有没有违背 专业审查伦理 专业审查伦理有很多层次 有人说我审到一半 我可不可以不审可以辞职吗 可以 那有没有违背专业伦理 不见得会有 你要看你有没有 散进后续的会议 不是我辞掉 我后面没有保密任务 还是有嘛 你曾经代言人家 他其实签的 就算没有签 我们学界有一套规则 就是你要把整个流程执行完 今天有很多老师 其实有任何 不用讲是专业伦理知识 有任何审查经验的人 都可以立刻看出 他这个放话有问题 不管你是不是承认 还是现任 今天你作为一个 在一开始有参赛的 参加审查的老师 就像是比如说 可能一般观众比较有感是 有高中生要去考大学嘛 不是会有老师 会在那边审查吗 推荐真事嘛 那个老师 人家东西都还没有收到 他就跟他讲说 这个一定不会过 我们一定不会收 你想这种老师 能够在学界立足吗 你学生的东西 都还没有交上来 你就说过去这个地方出来 这个高中出来都不行了 所以新来的我们 我才不相信 我一定不会收他 绝对不会成功了 这种说法 当然一般人不会接受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其实郭老师 就是那个一大郭老师 他比较感冒一点 他讲的很文雅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讨论区里面 大家都是骂得很难听 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 郭老师他其实讲的很客气 说的翻译的白一点 今天还有很多的审查委员 现在是被隐藏 隐藏起来保护的很好的 为什么怕被影响嘛 有利益关系啊 对不对 可能会有内线交易什么的 所以这些人被保护的很好 他也善尽自己的职责 没有说我就是审查委员 那你今天陈老师出来 开了这一泡之后 陈如郭老师还有刚刚 学伟哥的分析了 如果接下来 在审查过程 这些老师决定 由他们定出一个标准 决定说过 好过出来这个结果以后 绿的人一定都 哦好过了我们来施打 难道会不会只说 哎呦这些老师1450 没有良心哦 只有陈越是有良心 这些老师没有良心 会不会这样骂 好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这些老师 最后面决定 看了这个数据 嗯不行 我们依照科学良师 不给他过 宣告解盲失败 不给他过 好那这些老师出来了 会不会其他人讲说 你看你看了 这就是国民党了嘛 国民党你看 其他后面都是国民党嘛 这些人都国民党的走狗 会不会这样 这些老师 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讲 就已经被人家贴标签 不管结果是什么 都被贴标签 这就是我之前每一次在节目上讲 国产疫苗被打到现在 大家都以为你是用颜色 不是用科学在看这个东西 所以回归我今天第一节讲那个话 自自为自自 不自为自不自 你今天没有看到任何数据 你对他就是中立的 你要说蔡英文对我思想 也跟学伟师讲了吗 蔡英文对你思想 你应该做什么 不是说我辞职 我出来 我成神了 不对 蔡英文对你思想 正确学术的对抗方式 我还是审 你有种就枪毙我 我会继续反对 我就算大家投票通过 我一定在上面附一个不同意见书 然后公开出来 就像大法官一样 大法官有不同意见书 有协同意见书 所以重点是 作为学者 有他正常的表态的方法 那他显然陈老师跳出来 我认为这是现在学界最不能够接受的地方 不管大家是不是病毒学家 不管你有多少学术成就 你陈老师在病毒 在肝癌疫苗等等上面 有非常高的遭遇 我们都尊重 但是在学术专业伦理上 审查伦理上 我们认为实在是太不及格了 我认为其实陈老师 他可以冷静的思考一下 今天大家对他的批评 不是什么1450 也不是什么蓝绿的分别 有很多是学界 你像郭老师哪有什么颜色 郭老师这不会有颜色 他就是一个专者的学者 他都看不下去 为什么你实际上 违背专业伦理会造成什么问题 不是一般百姓健康 违背专业伦理伤害的 就是学术圈本身 这也就是学术圈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跳起来的原因 好那当然很快 我们就会看到 他这个两家疫苗厂 他自身会先解盲 然后就送专业审查 专业审查应该在月底之前会出来 我们都相信 他们这些留下来的学者 会做出一个非常依据专业良知的结论 但是亡羊补牢 之前这些批评的人 看到这些兢兢业业的学者 做出一个结果的时候 能不能放下政治立场 一起来支持这些学者 你去称赞这个学者 对他们真的凭那良心 做出一个很好决定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一个算是最后的补救机会 不只是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 医师专家学者 也对每个政治人物来说 到了结果专业结果出来的时候 能不能一起给予学者尊重 我觉得才是最后的关键 不过各方的说法当然都有 就是说就算你这个 二期这个解盲成功的话 还是有相当多的质疑 比方说你没有国际授血 没有办法出国 你没有三期临床 你就可以发药症会很危险吗 还有药力到底能不能够对抗 疫苗疫苗 我想请教这个教授 你怎么看现在这个 未来我们国产疫苗 遇到的这些挑战 可能挑战 那怎么样去解套呢 我想国产疫苗 本来是一个国家长城 中长城发展 尤其是台湾在过去 取得疫苗的困境上面 主导情 这大家都一定要主导 就勤测勤力去发展 发展这种国家疫苗的平台 当所有可能制造疫苗的人 都来做这个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到第二期临床试验 即将要解盲 那解盲到底是其中报告 还是期末已经结束的报告 要做解盲 那这个动作就是为什么 因为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跟第一期不一样说 除了他安全性跟 所谓的抗体浓度的 免疫炎性之外 他有一个很重要步骤 叫实验组跟对照组 就打疫苗跟安慰剂组 第二期临床试验必须要 必须要做到盲测 那盲测我不知道 他是双盲还是当盲 他在记者会就会讲双盲就是说 组织人跟受试者都不知道 他是哪一组 那如果当盲可能就是只有受试者 那不能先解盲的原因是说 如果知道的解盲 那个受试者的安慰剂组 就会提前来说 那我也要打疫苗 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达到 平常实验真正的科学的原则 所以他现在的问题是在 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就其中报告出来 已经效果不错了 然后这个 这个就必须要有EUA去support他 如果为了要控制疫情 当外来的疫苗如果不够 那外来疫苗如果够 当然问题就比较少 外来疫苗不够 那你因为要保护疫情 国家本来基于需要就有可能 去用EUA去赶快去售情 因为他安全性如果没有问题 如果他的抗体的综合容度 也没有问题 那他当然就是有可能去桥接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好如果不做第三期 那如果他继续做第三期 大家就没有问题 因为要往下做了嘛 如果他不做第三期 大家就争议出来 那为什么一定要第三期 因为第三期 证明他的有效性 也就是说他能不能切实 降低症状 所以台湾之所以 以前没办法做第三期 我们就没case啊 我们要怎么做第三期 但是现在也有可能 有机会可以做第三期 不管在台湾 也不管在这个 这个其他国家做 所以这就是 我认为国产疫苗 他目前来讲 他遇到问题 但是遇到问题还可以解套啊 不过教授我追问一下 那如果 因为今天有媒体报导说 希望能够拼7月底之前 开始施打吗 那如果以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 你认为7月底前的这个施打可能性高吗 这样完全看他们的 如果他们已经在EUA 下面授钱了 然后他要很快的这样的一个量产 你认为这是没问题 对我认为是有可能 但是时间时程上 现在老实讲是有一点紧迫了 因为我们也担心了 因为即使他真的是有效 即使他今天是安全性有免疫炎性也有 可是他中间在EUA的过程中间 我们的FDA也要去审查 审查过程中 他也要经过专业这些审查 说桥接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因为桥接完了之后才能量产嘛 因为你现在没有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 你就必须靠桥接 桥接的时候 但WHO已经开过会 说有些他为了国外的疫苗 来衔接新型变种病毒 二期桥接三接 所以国外暂时也都可以接受 只不过国外的做法都习惯上 再加一个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补作 所以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一些大家 那我最担心当然是 如果大家又有很多的争论 那台湾一直在分秒必争中间 就失掉了这个时间 那当然量产当然就不可能嘛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今天的ADPK 这个所谓的这个国产 其实如果今天国产疫苗 可以真的上线来 那为什么不做呢 马上做完之后 因为他只要 签证病例 只要六七百个人 就可以了 那健康人只要六万个人来打 愿意来打 那我不相信台湾 像我自己 我是很希望能够做这个 很愿意 所以我是觉得 重要的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赶快 在我们的政府 以及决策当会 还有我们的民意代表 特别是立法院这边 还有所有的这个地方的 政治精英企业界 能够合力把这些 防疫的平台 疫苗的平台建立起来 赶快 take action 否则分秒必争 坦白讲 今天看出来结果 数字是漂亮的 再加上之前曾经 这个苹果日报 做一个即时民调 有高达五十七%的民众 我是愿意支持国产面 我愿意卷秀成去打的 那现在可以安心打了吗 现在是要拼七月底之前 可以这个放心的 这个给民众施打 有没有可能 高端这个解盲成功 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一个是安全性跟耐受性 也就是说 这些来参加测试 四千多个人 副作用跟不良反应 是在可容许范围 不是代表没有 甚至看起来是比 因为它是 吃蛋白的产品 它的副作用会比 国外的这些疫苗 好很多 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 那另外呢 它的综合抗体效果 我还跑去问 什么叫综合抗体效果 因为在中文每个字 我都认得 拼在一起 就很难懂 什么意思 综合抗体效果 就是用于防止细胞被某种抗原 或感染源侵害的抗体 简单来讲 它能不能抵抗那些来感染你 能不能对抗 那它综合抗体的效果是好的 所以是不是保护力不够 你们专家去炒 但是至少解盲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它有效 它安全 目前这个解盲成功 它寻求国内的EUA 如果得到授权核准 那它也许可以生产的 一百万剂第一期 那当然对我来讲 我也喜欢打国产的 那有人打国产有个疑问 你打了国产 国外不承认 你不能出国 所以我看到高端说 他们同步 向台湾申请EUA 但是它也同步要向欧盟的 它的这个主管机关EMA 申请紧急授权 另外它也要跟 世界卫生组织这边 有关免疫桥接 免除第三期 它要拿去认证 然后接下来 它也要申请 做第三期的人体试验 还有一些追加的试验 比方说18岁以下的 或者这个长辈 70岁以上的 我浓度加高一点 会不会更有保护力 所以它这个很完整 并没有要免除第三期 那如果它可以跟上来的话 对台湾的疫苗来讲 有人说那外国疫苗 四五百块 你为什么要买国内的疫苗 八百多块 这跟粮食跟军虎一样 买国外做好的 成熟的武器比较便宜 我为什么还要发展 自己的飞弹 因为人家不卖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买国外的米 泰国米很便宜 我们干嘛还要种米 人家封起来 不供应粮食 你怎么办 所以这里面 我们具有自己 供应疫苗能力 叫做国家安全 多一个保障的保险选择 那我们市场小 当然初期的成本 会比较贵 但是如果国际市场 有打开来 它还会降下来 所以对国内疫苗 我们期待它成为我们国家队 成为我们的国家的骄傲 但是摧毁它的谣言的力量 我们要适度的 适度的把它免除掉 所以我要讲一下国民党 陈一甄建议大家包船载人 然后去奥迪拉瓦 然后在中国的疫苗现在打 我先不要讲说 中国疫苗我们不能进口 载疫苗到什么地方打 不是比较经济吗 我还把人载出去 疫苗载过去 打一打再各自回家 他还说这样不要省钱 这样比较贵 可能我也知道 那疫苗一件一件 我整疫苗载回来 台湾给你煮就好了 何况你们这么爱中国的疫苗 你为什么不飞过去打几针嘛 真的 无事外去打一下嘛 全力都去打一下嘛 那再来就是说 一直在制造台湾的疫苗恐慌 我该把它疫苗取得的时间 这个恐慌是没有必要的 那制造恐慌 让大家紧张 好没有关系 可是你的结论 为什么永远都是中国疫苗 中国疫苗造成问题还不够多嘛 所以台湾一直有一群人 透过贬义台湾制造恐慌 然后下一个他就桥接到 中国疫苗好棒棒 你如果下一步是接说 政府你要加油多卖点疫苗 我还可以接受啊 或者说确保一下 国内疫苗供应无余 我也可以接受 为什么这些制造 台湾不好 疫苗不好 下一个答案一定给你说 中国好棒棒 吴思怀不是这样子吗 然后说什么民间军政疫苗 制造疫苗困难重重 17个单位只有郭台铭 真的有送件 16个都没送件 到底刁难了谁啦 害死了谁 难道詹咬中那个拿一个 那个影视中心的授权书 那个有算吗 东方文化 那可以算吗 所以为了吹捧中国 拼命的贬义台湾 却对中国阻挠台湾买BNT疫苗 一句话都不敢讲 曹新城骂得好啊 就算曹新城是新加坡旗的 骂得好 要不然你国民党一大堆 家里有枫叶卡的绿卡的 都卖出来公围 真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台湾面对这个防疫 慢慢会稳定下来 台湾就是委屈嘛 就买不到疫苗 这是事实嘛 更何况 现在你说疫苗竟然变成了大国博弈的筹码了 其实不只台湾委屈 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疫苗 都在买疫苗 大家都在拼 那是这一波呢 我们说现在疫苗已经成了大博博弈最重要的关键 最近拜登可忙的 你知道多忙你知道吗 很多美国人看到这个空军一号出巡 心中都好振奋哦 可是大家看到这么大的机队出巡好振奋 对不对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很烧钱 烧钱多烧钱你知道吗 拜登总统只要出访一次 他起跳的单位是美金两百万 出访一次起跳两百万 最少就是五千多万的台币 然后如果说在国外待很久呢 每天越多他就花越多钱 出去要不要车队 要啊 飞机要不要 那当然要 客勤组要不要 一定的 然后但是出去 有他一定的功能 最近拜登出门 先去英国访了他们美军基地 那当然美军基地要讲一些令人振奋的话 讲讲讲讲完 然后呢 拜登后来他说什么呢 说什么 他说很清楚了 他说为了要瞄准中国跟俄罗斯 因为目前中国跟俄罗斯都在挑战 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那过去在川普的时代啊 川普是什么 川普是弃团大王嘛 这个我也不要 那个我也不要 这个钱我也不给 欧洲你们要拿钱给我 我帮你们保护了 拜登他学什么出身 外交 外交 三十多年外交得个老将 一回来登高一呼 说什么了 美国回来了 然后上市不是要捐八千万剂吗 这次说八千万剂我知道大家不够啦 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买五亿支 五亿支疫苗 买五亿支美国疫苗要赞助各国 哇口气够大吧 哎呀这个善事啊 可是重点要先买得到 因为现在真的是要买得到 为什么要买得到呢 我们举例全世界最早做出疫苗的 你知道是谁吗 谁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他有一个疫苗 他们叫卫星疫苗 这个卫星疫苗 沿路一直走一直走走 现在已经卫星五号了 然后可是俄罗斯到现在还挺怪的 一天还感染了一万零四百零七人 目前全国一亿多人总感染人数是五百一十五万人 所以俄罗斯的卫星疫苗到底行不行啊 但是我们刚好跟各位说过 俄罗斯人家感染数是五百多万人 对不对 他死亡数是三百九十九 我们台湾现在才感染一万多人 我们死亡数也是三百多啊 所以疫苗的部分的话 有效没效一回事 今天三重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 有一位医生 医生 医事人员 结果他也有打疫苗 打完疫苗要十二天到十四天才能够 才能够得到保护力 他打疫苗六天 六天 然后呢就因为 就因为他现在他就缺氧了 回天家了 对啊 我们只要省一名医护 好辛苦哦 听到都觉得很难过 所以俄国他们的疫苗到底行或不行 不知道 可是现在抢疫苗抢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越南说不行也得行 为什么呢 越南现在去拜托俄罗斯 你知道拜托俄罗斯要干嘛你知道吗 要去代工俄罗斯的疫苗 他说他们的卫星五号我也要买 能做的我都要做 你知道现在越南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是越南他们全国人口是九千八百万人哦 他们居然全国只有两百九十万计目前的准备啊 哇这么少啊 我们台湾未来要打一百万计哎 我们就一百万计要快速的打 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能够大家能够公平 来要造册了 不要又出现那个什么贵妇团啊 什么科技董事长团 那令人太生气了 但是越南他怎么买买啊 拼命买啊 总共定了一亿两千万计啊 不到货啊 他货他就是不到啊 所以这个是目前越南的一个状况哦 越南就已经在扯了 能买他尽量买能做他都要代工哦 泰国更扯泰国还扯为什么泰国更扯你知道吗 泰国最近出了一个消息 哇各位看到这个不要以为他是一个网红哦 这个是泰国最小的公主 他叫做朱拉蓬公主 泰国小公主 对他是现在瓦吉拉隆公国王的最小的妹妹 然后我们说泰国的政治真的是太黑了 你知道泰国公主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啊 他居然绕过了政府哦 直接去跟中国买疫苗 然后买完之后泰国的卫生部 他完全不知道哦 那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你是泰王的小妹妹啊 怎么办呢 小公主怎么动啊 就地合法 该是让他就地合法了 就地合法 所以朱拉蓬公主自己去买国药疫苗之后 自己买对不对 后来国王自己帮他发国王的所谓的许可认证 但好笑了 哪里好笑 你知道泰国他们的疫苗啊 谁做的你知道吗 谁做 国王做的 国王自己做疫苗 听好哦 不是国王 我很好心我做一间疫苗来给大家用 不是哦 不是 国王我自己投资 瓦吉拉隆公他自己投资 投资了一个厂之后 这个厂呢 他有办法做AZ的疫苗 但这个做AZ的疫苗呢 分给全世界来用 赚大钱 赚大钱 然后泰国他自己疫苗不够 啊泰国自己疫苗不够 泰国他自己疫苗不够 那泰国自己疫苗不够怎么办呢 所以公主他也自己去买 所以我们说泰国的政治真的是水好生啊 这个真是太麻烦了 但我想到天啊 哇其他农工自己居然能够生产AZ疫苗 真正是厉害啊 但是我们说为什么疫苗要国造 为什么当然 现在全世界两个国家那个疫苗是多到满出来 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加拿大 对结果又起我问你哦 如果你的疫苗都到满出来 你会不会想要自己做 不会吧 不会啊都多到满出来 我干嘛要自己做呢 结果呢 日本自己的基因公司 他们说说什么呢 他们说如果疫苗不能够自己生产的话 国家未来会很悲惨 为什么会很悲惨你知道吗 我问你哦 你这次买够了 那下次呢 明年呢 后年呢 如果未来新冠肺炎成为像所谓的感冒一样 每年每年都来一次 你要不要自己的疫苗 当然要啊 所以目前日本哦 之前还想说哎呀国家很有钱就拼命买 日本现在有三家公司哦 他也要投入疫苗的一个研发 哎这里面好笑了 哪里好笑 有一间叫做Agents哦 Agents这家公司呢 他就说嗯 自己做疫苗是对的 但是自己发展技术又太慢哦 所以怎么办呢 来台结盟找救星 来找台湾对 然后重点是他来找台湾 他们还讲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笑哦 这句话说 我们如果在台湾的话 就是日本国产 但是呢台湾生产 太好笑了 哎不要讲好笑哦 机会来了 哎大机会来了 为什么呢 之前高端疫苗不是在那边沸沸娘娘说 到底情况怎么样吗 台湾还特别做了一个大二期 什么叫大二期呢 过去二期只要做五百人 这次我们把它拉到三千七百人到四百 到四千人 我们就希望这次能过嘛 你猜双盲过了没有 过了没 过了啊 过了超厉害 陈时中部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哦 双盲结果只要通过之后 后面加上许可诞书 我们就能够去赶快开出 所谓的紧急许可证 所以目前这一波 双盲通过对于台湾未来非常重要 但是这次高端解盲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这个又回到了之前所说的大国角力啊 又回到大国角力 为什么呢 我们跟各位说过很多次啊 因为我们台湾的国力 因为我们台湾的所谓的科学的计划 跟过去的研究 我们连病毒株你知道一颗病毒株花一亿美金 都培养不出来 那我们的病毒株哪里来的 美国国科院来的 我们目前很多的资料是从美国直接移植移植过来 连美国公司都直接说了 美国目前夏天要通过的洛瓦瓦克斯疫苗 那个是纯化蛋白疫苗 跟台湾的技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高端解盲 这是解盲通过美国日本台湾 这个是三方的联动 我们发现 晶片三方联动 经济三方联动 军事三方联动 现在连疫苗大国博弈当中 都是三方联动 所以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大家应该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可是听说这位院士他自己也承认了 现在国产疫苗使用了这个技术 叫赤蛋白 赤蛋白 做出来的疫苗 是效果最好 副作用最低的 但是他提到说美国的那个 那个COVAVAX 还没有得到认证 这个不正确 他也在申请美国认证当中 那跟国产疫苗一样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未来疫苗还有很多 那台湾的国产疫苗到底能不能使用 有的人说台湾还没得到国际认证 国内认证都还没怎么会有国际认证 那为什么国内认证还没有 都还没解嘛还没做出来嘛 如果台湾的疫苗做出来以后 我认为国产疫苗也要尽快去申请国际的认证 那这一次的那个WHO世界卫生组织 他手边准备要在认证的疫苗 大概有几十种 未来研究中的疫苗可能有几百种 因为全世界疫苗方 为什么台湾买要抢 而且抢得很痛苦很困难 世界人口有70亿 你要打到大概所谓的免疫状 就是安全状况要打六成 要打四十二亿 那一个人打两剂要八十亿剂的疫苗 你看得到的疫苗 进来来做大概做二十亿 你根本产量真的是大家用抢的 好那国产疫苗有没有必要做 这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国民党当时强烈要求要做 国民党的奖劃案费洪泰 他们当时提出两点 第一个政府赶快拨钱 要政府拨钱给这几个厂商 第二个要求要缩短他的测试时间 要不然你做不出来 那你要求政府拨钱给这些厂商 那你也炒股票 那你跟这些厂商也有勾结 你不能用这种角度去乱讲话 川普当时拨了一百多亿美金 给美国的几大药厂 他还是在赌博 他根本不知道哪一家做得出来 他只是以你过去的一些绩效能力 他用挑的 我先给你钱 我也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出来 但是有迫切的需要 台湾的国产疫苗 其实当时原本朝野是有共识的 就是我们为了国家的那个状况 我们希望能够掌握自己可以生产疫苗 对 好那现在我们的疫苗即将要出来了 要拼命的唱衰他 现在都还没有讲就说这个不能使用 那这个院士他讲的道理 其实他等于有点自相矛盾 他说总统讲七月就要打 那食药署挡住压力赶不过嘛 那你现在就出来给国产疫苗泼冷水说这个不能用 那到时候人家通过了 那就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谁敢通过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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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评审已经辞职说这个这个绝对不能用不能过 对 你应该看到他的资料嘛 就算你今天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 你觉得他不好 如果如果我是评审 我会等你把资料给我拿出来看一看 那我 这才是科学嘛 科学就是我要很明确的指出 为什么哪里你不对 哪里做不出来 为什么这个疫苗我质疑他 这个这个这个才是科学啊 而不是像现在泼脏水一样 大家骂来骂去 那你真实的事情是怎么样 第一个疫苗如果无效没有人敢打 打无效的疫苗比没有打还危险 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你有抵抗力 真的哦 你就放松你的那种防疫嘛 那是可怕 所以打无效的更危险 对 谁敢冒这种险 台湾现在还没有出现一种状况 在国外已经有出现就是 打了疫苗还确诊 嗯 是不是这种国外有很多种例子 很多中国疫苗特别多 像智力 智力全面打中国科兴疫苗 结果确诊人数破纪录 对 现在如果台湾啊 如果以后你打国产疫苗 嗯 一堆人打了还得病 还得谁负责 嗯 政府要负责 总统要负责 嗯 所以无效的疫苗没有人敢打了 那台湾的疫苗会不会取得国际认证 我认为要 嗯 例如日本最近就开始准备要发一些商务的 所谓疫苗 疫苗签证 对 因为经济活动还是要慢慢慢慢的放手 那他就会认定说 你必须打过哪几种疫苗 他才给你入境 给你签证 所以台湾的疫苗也要去争取 那国际认证 那WHO也注意到这一点 对 就是说现在的那种紧急状况 其实他要求的是疫苗有效无效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一期二期啦